大家好,我是爱拜妈妈网的创始人王伯彤,很高兴今天能有幸来到馒头商学院,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其实我本人也是馒头商学院的会员,平时也经常关注,并且抽时间在网上学习充电,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让自己成长。 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名字,爱拜妈妈,应该说都会比较诧异,说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字,因为中国人不会喜欢这个失败的拜字,其实就是最俗的一句话,爱拜家的妈妈。 当年有人问我是不是用标题党的模式,要起一个有冲击力的名字,其实不是,只是很凑巧我的好朋友说我们是一群爱拜家的妈妈, 我们在一起买东西,生孩子,养孩子,所以我们就延续了这个名字。 但实际上我们的理念并不是说要怎么拜家,而是说我们花钱,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提倡的是品质育儿的时尚生活。 我们的社区建立在九年前,正是商业化运营两年多,我们应该说是在国内互联网圈存在时间都非常长的社群。 今天我想结合爱拜妈妈这个社群,来跟大家聊一下高端母婴社群的运营。 爱拜妈妈是会员邀请制高端私密品质育儿平台,我们以严格的会员入会审核制度,致力于为中国高素养、高品味、高生活品质的妈妈, 创造出专属的云端秘密花园,打造品质育儿的时尚生活。 在这里我想先讲一下会员邀请制。 会员邀请制是指的,我们的新用户在申请时需要设定一定的门槛,比如在私立医院、三甲特需或者海外医院生产等等多方面的身份审核。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会员有相似的背景、环境、爱好、消费能力,从而衍生出有共同语言和亲切感。 最主要的是,大家在这里可以找到有相同价值观的朋友。 我们的会员非常热衷于我们举办的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大家在一起分享着彼此的生活方式和境况。 除了查询医院、了解孕产、育儿信息和折后信息等等,更活跃在我们的爱拜妈妈的论坛,大家对美食、旅行、居家等生活进行热烈的讨论。 爱拜的会员呢,是一群爱孩子、爱家庭,同时也追求女人自我精彩的一群妈妈。 那爱拜妈妈定位于精英妈妈的一见领袖,并且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所以凭借着这种独有创新和持续的用户模式,为会员提供论坛互动核心服务,结合线上线下活动,在运户忠诚度体验感和品牌推广中创造了自身的价值。 所以每年要组织近千场线上和线下的活动,主要是服务于最高端的用户和商家。 服务的这些商家和用户都非常高端,而且是实名制的。 所以每一位用户都是一位贴近你身边的朋友。 那这样的情况,你要更要分析一下就是场景。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一直说场景社交啊,场景变现等方式。 但我觉得场景在整个母婴垂直类的产品里面其实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在孕育孩子长大和教育的过程中,妈妈和个人生活就是一个标准的场景呈现。 我比较喜欢拿自己举例子,因为我也是个妈妈。 我在八年前其实就是这样,我准备生老大的时候,就是我的大女儿。 我当时是在大学教书,我特别希望找到一家很舒服的私立医院。 因为那个时候吧,八年前,大家想想那个时候找医院啊,非常痛苦。 国内的话呢,有一些医疗设施非常棒的医院。 比如说像海淀浮游啊,朝阳浮游,他们的医疗设施和医生都是非常棒的。 但是呢,可能在服务上面,就是因为去的人多嘛,自然可能不会满足每一位用户的需求。 我当时和先生一起去了以后,其实我们平时从来不吵架,但的确在那吵了一架。 因为每做一个检查,要去交一次费。 那我们跑了若干次以后,觉得非常辛苦。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就这个时候是一辈子一两次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能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方,并且把这个事情能做成一个永久的回忆。 因为这毕竟都是养育孩子,是美加的大婶。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上网比较了两个私立医院,和姆加和美中医合。 和姆加那个时候呢,他就是07年的时候服务的是外国用户,所以比较多。 然后又是保险的用户。 所以呢,其实价格呢,还是略贵一些,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 最后来我选择了一个美中医合。 我想说在这个时候,其实预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你想花多少钱生孩子,然后呢,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孩子的环境,给你留下什么样的记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 经过了这样的考察,包括我当时看了很多的一些也是一些消费类的BBS,还有一些育儿网站。 那我就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花五到十万会生一个孩子? 那这种情况其实在国内很正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花这么多? 我当时想的是,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要要第二个孩子。 我就想说让我自己一辈子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让自己舒服一点。 所以我就后来选择了私立医院。 后来慢慢的我发现,很多妈妈和我有一样的想法。 就像现在创业一样,很多人不理解,放弃了原来特别好的工作来创业,可能比以前挣得还少。 类似这样的,跟你没有相同价值观的人,就会对个人产生特别大的冲击。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对社群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一直想说的,我们要找到有相同价值观的朋友。 所以那个时候我后来就选择了美中一和,我觉得他们能满足我自己的需求, 然后也能给我留一个特别有完整的医疗团队,也给我自己一个特别好的回忆。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想做一个产品,就是我做爱白妈妈的初衷, 因为我想做一个封闭的邀请制的,只有相同价值观,有共同生活经历的朋友。 这个时候又回到了你一定要有相同的理念,大家坐在一起,有共同的话题,互相理解。 我觉得社群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此。 就目前整个母婴行业来说,特别是大家知道二胎政策以后, 母婴市场现在的需求正是爆发式的增长。 网上可以查到的数据是说,0到6岁的婴儿童是1.64亿。 那因为这个数据来源于网络,不能说百分之百准确, 但大家知道这个数的确也是非常可观的。 很多知名母婴网站公布的最新的融资情况, 其实还是反映出大家非常看好整个母婴行业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会员,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全职妈妈, 因为大家都生两个三个四个孩子, 因为生两个孩子以后很多妈妈都需要全职。 那他们的之前,辞职之前的学历会比较高, 当他开始能够选择私立院或者月子会所, 这种跟老人喜欢的方式不同的机构的时候, 其实一定他们有自己非常好的理念, 比如说海外的背景,新的消费理念, 所以他才会选择这样的机构。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垂直类的社群, 找到相同的价值观才能有共同的话题,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来衡量一个社群是一个好的社群呢? 我觉得看一个社群是否还活着, 就看他是否有在组织活动。 看社群做得好不好, 就要看他活动的质量, 评测和链接价值。 社群是基于人类共性行为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而移动互联就是一个共性的行为。 比如我们现在可以面对面见群, 其实就是个临时的社群。 今天我们共性的行为是什么? 是我们共同听了一场这样的分享。 在这个共性行为上产生了移动和互联, 也就是发生了链接。 我们所说的强链接, 其实就是通过链接实现价值的短路, 即价值就是最短的路径。 今天这个时代吧,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信息是没有壁垒的, 尤其是对特别年轻的8090后之间, 大家可以不用见面, 然后通过移动互联就可以找到有形容同诉求的人。 链接和短路的目的呢, 其实是为了达成共识, 从而通过社群的模式产生链接的价值。 社群的用户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标签, 而且要对身份和价值都有非常清晰的认同感。 如果是盲目加入一个社群的话, 你找不到共同话题很快就会退出了。 那我们都知道, 一个垂直类的产品的用户通常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社群用户。 那这些社群用户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特点是, 它的身上有非常清晰的标签, 这个标签可以让它清晰的加入到任何一个符合它需求的社群中来。 比如说对身份价值的认同感, 我觉得人群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用户来自于私立院啊, 定向邀约的一些妈妈, 我们用户严格定准这一类, 大家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共鸣, 而且我自己也是妈妈, 那我会对这样的同一议题有强烈的, 非常强烈的相关性。 我们的社群特点也比较简单, 我们所有的标签共同话题就是母亲、妻子、持家育儿, 这样能引起长周期话题的。 我觉得女性的特点就是这样, 男人会把购物和社交分得比较清楚, 但是在女人身上, 社交和购物是不可分的。 两个妈妈在一起有共同的话题, 你去哪儿买东西, 你的孩子在哪儿上学? 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话题, 两个人就聊起来了。 现在大家都上微信群, 我们为什么讲来进这个微信群, 大家都很忙, 会因为有个人在群里发红包, 你就来抢。 这事情肯定不是你最想干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进群? 这个群的主题是我想要的, 我觉得这就是你身上最明显的标签, 比如说创业, 有的可能是做互联网, 最近还有一些学习类的社群, 像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群, 我是强烈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尤其是做教育类的, 就是探酒学社, 是冯新冯老师做的群, 他现在叫自己是教主, 让我们叫角主, 还是教主, 这我也分不太太清楚。 刚开始的时候, 他做的方式是引导我们, 经常做六人行, 就是组织这个群里呢, 全部都是教育和教育互联网相关的创始人, 每周都会组织六个人去群里的其中一个企业进行参访, 参访之前要做功课, 参访之后, 每个人要写非常清晰的参访后报告笔记, 包括被参访的企业要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做准备, 因为这不是一个你对外的讲座可以吹吹牛, 因为你是面对着六个跟你有相同行业的, 有非常有经验的创始人, 所以你要很认真负责任的来给大家讲绝对意义上的干货。 然后呢, 他现在开始做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课程, 组织大家做风暴, 讨论, 这个事情我认为真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社群, 它身上的标签太清楚了, 我们所在的这个群, 我其实是不太符合资格的, 因为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做教育类型的, 但是我进这个群的理由说是最好的买家, 因为妈妈是对所有教育类型社群来说最好的买家, 而且我们有非常多的会员, 我的会员对教育机构有非常清晰的需求, 我也希望给我的会员和是我自己的孩子都找到非常好的教育机构, 让他们享受到最好的教育。 当我看到这些教育机构的创业CEO非常非常用心, 冯老师就给他们每个人都贴了非常清楚的标签, 但这个标签并不是给人下定义, 而是他们喜欢的一个类型的社群活动, 组织这样的活动, 这种社群就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想要的垂直品类的社群, 因为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是时间成本, 如果我不是在工作的时候, 我不是在学习的时候, 那么我一定要陪孩子, 我觉得其他的事情都不是最重要的。 然后这里也表述一下我的想法, 就是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如果你为人父母的话, 那我希望要放弃一些自己的爱好, 把自己的时间多用来陪在孩子身上, 他的成长其实是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快乐。 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女性决定家庭消费, 大家都知道女性随着她的年龄程度的增长, 她的消费观是有不同片化的, 妈妈和准妈妈掌握着更多的经济消费, 女性决定大部分的家庭消费, 除了买车买房,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家庭消费, 应该说70%和80%, 可能都是由妈妈这个角色来产生的。 因为其实最主要这些东西还是由太太来选择的, 就是大部分的先生都很忙, 她宁愿在太太已经做了很多轮决策之后告诉她, A和B你选哪个? 但是其实太太知识在这之前已经做了非常仔细的功课, 那这就是为什么近两年的女性社群做得非常的风生水起, 我觉得这也是个主要的原因。 引导家庭消费, 在刚开始的时候最明显的案例应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淘宝, 这个不用说了, 大家都认为非常成功, 马云的背后就是女人, 前两天我们还开玩笑说你对这次马云的伤势仪又贡献了多少? 马云颠覆了整个的模式, 刚开始我们认为在网上支付, 你买几百块钱的东西不需要犹豫, 但现在通过淘宝, 包括微信几万, 几十万也很容易的去支付, 最终把人们的消费习惯的变更, 我觉得其实为我们创造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也能让人无障碍的从网上可以去支付, 如何提高用户的高留存率和持续的使用率, 我觉得应该对我们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于锤之类的商品来说, 必须精准才能提高你的留存率, 提高活跃的产生, 再举个小例子,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引导了一千个用户来访问到你自己的网站, 你认为一个月以后的留存率能到多少? 你用各种方式, 可能是百度引流或者任何换量的方式, 最终通常只会有30%到40%左右的用户会注册这个网站, 两周以后这30%之中可能又有20%回访, 30天以后可能最后就留存十几个人在你的网站上变成活跃用户, 其实已经不错了, 如何提高用户的高留存率和高使用率是所有社群产品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又回到刚才我说的问题, 就是给所有人贴明确的标签, 找到一个非常共性的地方, 让他们把这个社群活跃起来, 女性的特点就是所见及所得, 我看见了, 我好朋友推荐了, 我就想买, 这个我特别想说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 我其实今天很想举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产品,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碳酒学舍, 我想要什么, 你要想抓住自己的会员, 你的用户到底想要什么产品, 你要推给他们什么产品, 碳酒是教育品类的社群, 那我是买手, 我要给我的会员们找到很好的教育培训机构, 再推荐给他们的孩子, 我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同时我也是妈妈, 我需要给自己的孩子选择非常好的产品, 所以我愿意加入这个社群,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做互联网金融的, 做P2P, 你对此完全没有概念, 你加入这个社群就会觉得是浪费时间, 因为你不会去研究教育心理学, 其实这也是个非常简单的标签的事情, 所以女人的所见举所得, 妈妈们也是这样的, 你给她推荐什么产品, 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讲, 我跟你说哪个私立院特别好, 你们现在肯定希望我别说了, 因为你现在没有准备怀孕生宝宝, 你对这个事情完全不感兴趣, 那我说, 我认识很多很多投资人, 都是投资界的大佬, 你可能马换会说, 谢谢, 能给我名片吗, 能帮我推荐吗, 我觉得这是需求, 这是一定要满足用户的需求, 我们自己的举的例子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现在是孕妇, 我说你家的孩子应该了解国际学校了, 应该买一个教育基金, 可是她是个孕妇, 宝宝还在肚子里, 她享受的是这个孕育的过程, 她对教育完全没有概念, 因为还没有看到宝宝, 她脑子里想的是, 我要吃点什么, 能让孩子更有营养, 生完孩子怎么瘦身, 这就是她的需求, 倒过来说, 现在我有两个女儿, 一个上小学, 一个上幼儿园, 如果你现在告诉我, 给培养她们, 上什么兴趣班, 学什么乐器, 然后我会特别感兴趣, 那这个时候你要再跟我说, 北京又开了个私立医院, 有孕产折扣, 挺好的, 对不起, 我觉得这是广告, 所以给到用户最精准的推荐, 满足她们的需求, 我认为这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说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没有意义, 淘宝做精准的用户推送, 非常清晰, 因为它没有完整的大数据, 我想说, 大数据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所有用户推送的基础, 但是对于一个垂直类的社群, 去用人性了解你的用户, 然后满足她们的需求, 站在她们的位置, 为她们设身土地的考虑, 结合大数据, 这才是真正能满足用户的方式, 我们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开放的社群, 所有的社交类一般都是网站加APP, 加微信公众号, 加微博, 也就是这几个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就我跟我的创业的小伙伴们的, 小学院的同学们也做过讨论, 说微信是老虎, 你应该怎么办, 它会吃掉我们所有的流量, 吃掉我们所有的活跃度, 吃掉我们很多很多东西, 那怎么办, 它已经这么大了, 我们就应该跟它共存, 我们如何利用好微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最近其实有很多新奇的公众号的流量并不是那么大, 那真正意义上, 有非常优秀的社群变线的公众号并不多, 比如说现在像我们的社群, 我们有差不多小100个微信群, 虽然很多网站上, 有微信以后就没有网站上的聊天那么频繁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的选择是做转变, 聊天短话题在微信里产生, 但是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你长篇的生产经验, 或者说如何选择早教, 如何选择国际学校, 这些长篇的精华的文章, 其实非常不容易在微信里留存, 那我觉得就不产生价值, 比如说我想问一下, 你们现在之前收藏过的文章, 还有多少还能看, 就是你还是回去会看, 因为大家的习惯都是这样的, 收藏了放在我的包里了,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东西, 可是你用不用, 这个就未见得, 那么在网站上的时候, 你毕竟还可以完成这个精准推送, 所以后来我们就引导我们的用户, 在这些精华性的内容方面, 还是要回到网站上去分享, 可以留存下来, 我觉得这样更好, 而且我也会鼓励大家, 把更多精华的自媒体的内容, 反馈到网站上, 我们有非常多的阿白妈妈的会员, 我们有自媒体联盟, 他们的公众号和粉丝量加一起, 比我们多多了, 那我也鼓励他们, 把这样好的内容留存下来, 然后留给我们做精准的推送, 那服务于我们的会员, 也能提升他们的影响力, 现在好多人觉得微信影响你的生活, 影响你的工作, 其实我就要想如何和它共存, 如何把更好的内容保存下来, 因为公众号也有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每个人都订阅多少公众号, 我觉得基本是十几个, 二十个, 上百个期, 而且现在上面有多少没点开的, 我觉得非常多, 除了强迫症以外, 我相信你现在打开看看, 基本上都是小红点, 即使是特别牛的, 你可能每天也很少看, 应该只有一个两个会每天每天的去看, 但当你搜索的时候, 我家的宝宝今天怎么不舒服了, 有这样一个情况, 我应该怎么办, 我能搜微信公众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不能吗, 不能, 能在微信群里问吗, 不能, 因为在微信里都有短片的解答,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专业知识的分享, 有这么一个情况, 我应该怎么办, 我能搜微信公众号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吗, 不能, 能在微信群问吗, 可以, 但回答都是短片的, 并且都是片段化的回答, 因为你没有专业的知识, 或者是别的妈妈有相同经验的完整的分享, 那比如说, 宝宝天天咳嗽怎么办,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物化器, 这些物化器的对比呢, 或者哪个医院的儿科专家, 可以更好的治疗呼吸道的感染呢,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只单一搜索公众号的话, 就会得到非常片面的信息, 我建议还是要回到网站上, 第一, 网站都会有专业的医生的指导, 以及我们每一个真实用户的分享, 你会知道别的妈妈在孩子生这个病的时候, 她做了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 而不是去获取一些零碎的信息, 而且会员们在一段时间以后, 都会愿意回归到网站上去搜索, 比如说跟你同龄宝宝的妈妈, 她们是怎么做的, 怎样才能满足自己真正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选的是不要跟微信争, 应该是做它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社群的问题是, 如果你想做高端的社群, 就一定要想在你的用户的前面, 去解决和满足他们的需求, 一旦到高端的家庭的时候, 他们会对这些要求非常的挑剔,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在它之前, 把所有这些东西准备好, 要让它有意外的惊喜, 这样才会对你的社群产生更强的粘性, 更加信赖和喜欢你, 社交的引导和消费变现, 在北京有几个特别有名的创业社群, 比如创业家的黑马鹰, 用一年的时间来学习, 那这也是非常标准的社群, 在北京或者中国, 这是非常有强年性关系的社群, 再比如说联想的联想之星, 好未来的未来之星等等, 这些用户有一个大的特点, 就是强年性真实生存, 不管你是用微信卖卖, 还是什么社交工具, 假定你是虚拟的, 你可以不用为自己的任何行为负责任, 但是如果你加入这样一个真实的社群, 每个人都会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 你要重视自己的身份产生的信用价值评价, 那我们认为这种信用价值非常值得追求, 因为你频繁的见面, 你给大家展示的是真实身份, 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信用评价开玩笑, 所以社群用户的评价,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购物类型和消费类型的引导, 比如说好朋友之间的介绍, 大家对对方都有个深入的了解,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那了解你, 你是否是我喜欢的, 是否和我有相同的消费理念, 相同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非常引导用户和影响用户消费和影响用户理念的事情, 广告和帮助只在一线之间, 这是我一直在说的事情, 因为大家觉得朋友的推荐很可靠, 如果这个人我很喜欢, 他给我推荐的东西一定会很好, 那刚才我也说过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一定是结合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和人与人之间的用心的观察, 然后去做精准的推送, 那我觉得大家其实也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相信这些方法在馒头上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推荐, 那比如说今天我讲的, 我更希望是用案例和一些资深的感受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高端社群的运营, 因为我自己在馒头上面学习的时候,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专家会用非常棒的清晰的理念来去教大家, 还有非常精准的如何做大数据的精准分析, 到我们今天希望谈到的是如何找到它最重要的痛点和最需要的, 然后给它帮助,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应该是借用很多专家带给我们的优质的那么良好的经验和大数据精准分析的方式, 以及结合一些小的案例, 我们如何做到人性化的推送和推荐, 一定要强调广告和帮助, 真的只在一线之间, 因为如果你的商业气氛太浓的时候, 其实就是告诉你你的推送是有问题的, 你给我推送的东西都是我不喜欢的, 不是我对于我来说有价值的, 那如果我是个孕妇, 你现在告诉我孕妻应该怎么吃饭, 怎么运动, 我应该怎么做能让宝宝顺产, 这些话题我会非常感谢你, 所以发现用户的使用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现在垂直的社区会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比如说宝宝树也做了宝宝树的这个运产的部分, 我觉得也是特别棒的, 还有一点, 所有人都会相信我朋友说这句话, 朋友说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闺蜜和朋友的推荐, 所以闺蜜和朋友的推荐是值得信赖的, 在这儿我再强调一下用户的标签, 一定要很清楚的给你自己的用户一个清晰的标签, 经常有人开玩笑说我们爱拜会员有非常多的老板娘, 比如说最近有几个很有名的网站的女创始人, 也是我们爱拜的会员, 我也会经常和她们一起聊天, 这就发现了用户的价值, 刚开始和妈妈们的交往中了解了每个用户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所谓的引导用户并不是像微博上的红人一样, 晒漂亮的衣服就能引起用户的反馈, 他们是真的用了用户的体验和研究, 比如说我到底要给孩子吃什么, 有一位妈妈当时也在网站上, 她买了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很棒的尿不湿, 回来做注水实验, 想测试哪种最合适, 不让她的宝宝哄啤, 还买回来非常多的高端的奶瓶, 甚至买回来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奶瓶来研究哪一种不会让孩子涨气, 那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用户的真实体验, 我们要清晰我们的用户到底要什么, 社交和用户体系的建立, 我想说一下社群的用户评价, 大家都会知道我们一般的社群产品分为几种, 第一种是纯陌生人社交, 这就是这几年一直流行的, 那还有一个是半熟人的社交, 还有熟人的社交, 陌生人社交大家都知道默默就是最好的典型, 那说半熟人社交, 因为大家身上都有共同的标签, 你可以聊, 半熟人开始的话都是展示的是真实身份, 有一部分会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或者是也知道你的身份, 比如说我们的会员都是妈妈, 还有这几年流行的麦麦, 我当时也质疑过, 麦麦很像美国的LinkedIn, 那我在想在中国可以吗, 可以大家会把自己的真实的东西都放在上面吗, 但是我现在发现,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真实状态, 发到这种半熟人的社交上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 让大家之间都有这个真诚的信任, 另外一种就是熟人社交, 在这我谈到了社区用户, 如果是像默默或天涯这样的产品, 你可以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任任何责任, 胡说骂人都可以, 不需要考虑自己的问题, 那这只是一个idea而已, 但是半熟人社交, 还有你进入的任何人的社群, 你会非常爱惜自己, 因为你所有的行径代表着你的社群用户评价体系, 因为别人也会对你产生性评价, 所以我认为要有非常清晰的用户评价体系, 那我们一定要和这种虚拟的社群分开, 因为现在的垂直类的社群, 大部分都是基于身份, 基于用户的反馈, 这样的用户产生的用户体系, 这种社群信用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样才能把真实的会员连接在一起, 这是也是一直想强调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体验, 那我们强调的是经常见面, 比如说我们的视频, 上面有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和一些场景的展示, 那这样的社群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 叫做取宗中心化字组织,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水军和马甲, 那不用说大的这个社群数量, 至少我们每次参加活动都是真实的, 没有水军马甲和活动虫, 那这种社群产生的信任, 其实是大家更放心的, 还有一个关于社群的问题, 就是我们原始的会员, 大部分是我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团购, 一起带着孩子, 想我们如何把孩子照顾的更好, 到现在为止, 爱拜妈妈所有的理念都是爱拜, 爱娃, 爱生活, 那所以现在叫做精英妈妈的意见领袖, 如何做到精英妈妈的意见领袖, 就回到社群信用上来, 我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产生了社群信用的价值, 这个价值才能产生让你有资格去C2B的要求商家, 并不是每一个来和你合作的商家, 都是最有吸引力的商家, 你真的想要的那些大品牌, 不一定会来, 那这是个挺明显的事情, 为什么呢? 你用什么和大品牌来谈资源, 谈合作, 谈广告, 我觉得还是要建立社群价值, 才能谈到想要的大品牌的最优质的合作商家, 让他能降低身段来跟你合作, 我们的社群并不是一个很大的社群, 因为我们的准入制度, 邀请制度以及审核的方式, 所以相对于大众网站来说, 我们是个很小的数字, 但是我们保证我们的会员都是真实的, 没有水分的, 发现不合格的会员, 我们会立即提出, 要保住所有爱拜现有会员的感受, 所以呢, 只有符合资格的会员可以进入, 那如果符合资格的话, 我们高级别的会员是可以邀请朋友, 但是如果你邀请来的朋友, 在论坛做了不合适的事情, 也会随时提掉, 所以你在做半熟人社交的时候, 维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当他做了违背社群价值的时候, 就一定要清楚掉,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用体系, 我们要做的是引导, 定下我们的底线, 定下我们的规则, 然后让用户信赖这种信用体系, 让他觉得配合你做这种信用体系, 实际上为自己做增值,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之前我也吃过这个亏, 我给过非常严格的规定, 我说不许怎样, 不许怎样, 那我的一个好朋友, 也是爱拜的妈妈, 就跟我说这样不可以, 如果这样的话, 用户会很伤心, 我当时不理解, 我说我这样子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呀, 那我在学校待了这么多年, 学校的规定就是非常严格的, 他说不行, 你是社群, 你不能有这样子严格的规定, 你只能采取的是柔和的引导方式, 让大家觉得这样做是对自己有价值的, 这时候他会更愿意增加你的信用体系, 那么有了完整的信用体系,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度已经建立了, 这时候你才会慢慢地从半熟人转到更熟, 因为你们在线下见面了, 我们每年有线上线下进千场的活动, 大家不停地见面, 就变成熟人了, 熟人就会更重视自己社群信用了, 因为你的行为, 大家是认识的, 我们是朋友, 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很多的会员来自于朋友的推荐,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 大家都更相信朋友推荐哪个饭馆更好吃, 哪个机构更值得信赖, 所以说信用的社区体系建立以后, 变成熟人以后, 互相的推荐和建议就更重要了, 所以这时候你的信用体系在哪儿,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们是一个行业社区的2B, 那如果你这么小的网站, 你有什么资本要求大品牌跟你合作, 这个资本在哪儿, 就是用信用体系来建立的, 那我们用的方法是, 在完整的信用体系和朋友互相推荐到非常成熟的制度的时候, 那我们已经可以反向要求商家了, 这时候就是C2B了, 这种机构就是我的会员喜欢的, 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作, 我相信没有一个商家会拒绝和我合作,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优质的会员, 等于你这样的话, 你有资格要求商家, 如果没有完整的信用体系和会员之间的推荐, 你有什么办法要求商家配合你, 那因为我不是媒体人, 对于一个小型的社群, 我们有非常清晰的信用体系, 有多少人去过你的机构, 有多少会员推荐过你的机构, 有多少会员对你的产品不满意, 那你就会有清晰的报告拿给这个机构, 而且每个会员的反馈都是真实的, 这个真实的信用体评价转过来, 就可以要求合作商家, 那我的合作商家因为都是一些非常高级别的机构, 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信用体系和用户的真实的反馈, 他们也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做调研, 并且做改进, 那我觉得这些机构有一个特别好的开放的态度, 他们开放没有问题, 但是你得有资本去谈, 资本就是你非常优质的大量的客户, 所以社群信用的沉淀, 你的需求一定要特别清楚, 而且一定要拿出真实的胜举来说, 那我为什么会对你产生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这样对我来说会更合适, 所以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数据体系和就像淘宝的数据分析一样, 那我非常清晰的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诉求, 他们愿意买什么, 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才可以更有资格的去跟商家谈合作, 也可以要求商家为你和你的会员提供更好的服务, 做垂直类的高端社群, 我希望做的是去中心化, 把会员放在前面, 那我觉得每一位爱白妈妈都是非常优秀的,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特别的闪光点, 但是呢, 在育儿上面呢, 没有一个妈妈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把每一位妈妈的意见综合在一起, 然后呢,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来讨论, 所以这个时候做社群也不要让自己做意见领袖,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孩子能养到最好, 所以网站和会员一起去努力共同探讨, 才会让社群更有活力, 那我觉得一个好的社群就是一个产品体验的场景, 只有耐心, 能站到用户的角度, 变现其实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呢, 建议大家动作要快, 太慢的话, 用户就被别人抢走了, 信任感也被别人先建立了, 这个时候再想获得成功就很难, 在这里我还想说, 馒头商学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创业者, 或者是老师来分享, 所以在这里我不想再说数据数据, 因为这些有很多很多的人比我专业, 那我们只想拿自己的自身的案例来跟大家聊一下, 如何做好高端用户的社群,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谈的这些都是在很多的地方看到的, 但是我想说, 潜下心来认真研究用户的感受, 再结合众多专家提供的大数据的经验, 才能为你的用户带来最好的价值, 因为我是妈妈, 我有自己非常清晰的痛点,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会员能避开这些痛点, 在品质育儿, 品质生活方面获得更多的知识, 然后我们一起来把自己的家庭建立的更好, 谢谢大家今天听我的分享, 自身 rend家, 你也非常介绍这些太 hard, 你也非常不舒服, 那我就听我的期待,